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体育消息 大马国族队马来亚虎 今早启程前往越南河内 准备迎战陵墓碑第二回合赛事 马来亚虎在首回合主场2比2逼平越南 第二回合陷入背水一战 必须踢进至少一球 才能一元冠军梦 国族主帅陈清禾表示 马来亚虎状态大勇 有信心能在第二回合逆袭 马来亚虎成员今早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准备出发到越南河内 征战陵墓碑次回合赛事 国族队在星期二的赛事中 开局就被越南队连续轰进两球 剩下的比赛时间只能够被动反击 最后平局收场 无法掌握先机 逐经越南队手握两个客场进球优势 次回合只要稳守合局 就能亲其过关 而马来亚虎在星期六的赛事 却许胜不许败 至少要踢进一球 才能够将冠军杯捧回国 主帅陈清禾透露 马来亚虎在次回合赛事中 将会着重防守 90分钟赛事 就算无法守住自家龙门 也要确保马来亚虎的进攻线 能够有所突破 比赛事中的地球优势 对于次回合战局注定是场应战的说法 组总主席Nadu Hamidin认为球场上任何事都能发生 胜算还是有的 临幕杯决赛第二回合 马来西亚队对垒越南队将在我国时间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开梯 上一次夺冠已经是2010年 国家队是否能够扩别八年再元冠军梦 就看球员的表现了 马兴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